好 现在有三本书 三本是历史书 四本是数学书 我们就想排在书櫃 一字排开 先看看A part A part就是如果怎么排都无所谓 怎么排都无所谓的意思是 究竟同科目可以放在一起 还是不可以 要去卡拉塔 就无所谓 总之就是乱排 这个要留意 A part就是留意 题目说明那些书本本都不同的 历史书三本是不同的 数学书四本是不同的 所以A part 我们应该是 雀眼就是七本书 排七个位 本本都要排 本本都要放上书架 所以排队 所以就是7P7 如7P7来说 你按摩 答案应该是5040 这个就会是A part的答案 这个就会是A part的答案 而到B part B part就是说 这次不是无所谓的 就是怎么放书法 就是说 头尾两边都一定要是历史书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有七个位置 而 头尾那两个位置 其实已经定了 起码是放什么种类的书 是放什么书 就是放历史书 我们就当历史书 是H OK 而中间呢 其实没有的 中间这里 就会是四本的数学书 加上另外 剩下 不用那么惨 排头尾的 剩下那本历史书 好了 所以 中间这五个位置 应该是五本书 排五个位置 所以就是5P5 而头尾呢 其实头尾呢 本身就是三本不同的历史书 选两本出来 那我们的选法呢 我们可以写成为3P2 为什么会是3P2呢 因为我们就是说 其实 因为 当 选了出来第一本 是排在头的 选了出来 第二本 是排在尾的 所以 抽的先后次序 其实也是重要的 而抽不到那本 就是我们效忠所说 抽到那四本 数学书 放在中间五个位置 其中之一个的 那本历史书 那所以 答案应该就是 5P5 乘回3P2 那答案应该就是 720 最后到司法呢 那司法就是说 这次的 所谓 条件是什么呢 排的条件就是说 相同 方式的 就不能排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两个书 不耐乎历史书 或者是数学书 这样 有七个位置 1 2 3 4 5 6 7 7本 那我们就说 要 不可以把买在一起 那就是相当于 卡拉卡拉买 那因为我们原先 是有三本 历史书 和四本 数学书 你要卡拉卡拉牌呢 只可以有一个排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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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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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就是什么呢 数学书先走 之后到历史 之后到数学 历史 数学 历史 数学 这样 数一数 真的 这个字串里面 有四个是数学书 四个M字 而三个是历史书 而中间 M和H 全部是卡拉卡拉 不会有两个M 黏在一起 也不会有两个H 黏在一起 所以 原来 C牌的排法就是这样 好 我们看看 原来如果这样排的话 M来说 即是数学书 可以选的位置 只会有 1 2 3 4 得四个位置可以排 有几本书要排 四本 有几多位 可以选择 四个 所以 4抽4 4P4 相对比较 历史书 得一个位置 两个位置 三个位置可以选择 有几本书要排 三本 有几多位置可以选择 三个 所以就是 3P3 如果我们把 这两个这样的数目 乘在一起 4P4 乘3P3 得出来的答案 就会是 144